球站在远处冷冷地目睹了刚才的一切 眼里杀气一闪便消失在原地 李云霄突然感到一股异常的危险降临 这种危险让他有种无法力敌之感 在这么多年的修炼生涯里 比这次更为危险的时候比比皆是 但能够让他感受到如此巨大力量的压迫 却仅有一次 便是在永生之界时对战蓝眼主 造化镜 一个难以置信的词汇 在李云霄脑海中瞬间闪过 他做梦也想不到球竟然会是造化镜的强者 哄 李云霄的身躯骤然炸开 连带一方空间都坍塌了下去 化成黑洞 球的身影在那黑洞附近出现冷哼了一声 刚才炸裂的只是李云霄的残影 在感觉到危险的瞬间就施展出强大的精神力 瞬移了出去 这才躲过一击 在球的前方数百丈外空间晃动之下 李云霄真身才显露出来 虽然逃过一劫 但额头上却不满冷汗 通过刚才一击 他已经可以完全判断出球的力量是造化镜无疑 只是其中蕴含古怪 好像气势足够 却力量不对 他也说不上来是为什么 球在一击之后就站在原地未动 只是阴沉着脸看着他 长天静的修为 你竟然能躲过我刚才一击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除了修为外 你的肉身也似乎达到了融通 但即便如此 也不可能躲开我一击的 一定还有什么别的手段在身上 球冷静地说道 目光闪烁不定 似乎在想着什么 李云霄冷言相激道 灶化镜的一击都无法伤及我身 你还真是失败呀 不愧是应语那个垃圾的儿子 球冷笑道 你想激怒我 然后找出我的破绽 李云霄皱了一下眉 他的确是这番想法 不料竟然被对方看了出来 但是以对方的见识和阅历倒也正常 他坦然道 是又如何 有本事 别怒啊 垃圾之子 球 就算修养再好 这下也给气爆了 何况一只身居上尉 从来是杀伐随心 哪有什么修养 找死 双手一合 龙羽从口中吐出 随后掌心朝天 两道龙符在掌心翻滚 上面画出一方金色天地 其内有龙影冲冲 浮现出一条青色小龙 那龙形又光芒凝聚 张开嘴就吐出一道音波 将漫天虚空震碎 李云霄往后退了数步 单手持剑 一片剑影在身体四周散开 剑形惠明不定 化成结界 那龙音声冲击在剑界上 所有剑影震颤之下 吞吐出光芒 不弱返强 将结界范围再次增大几分 李云霄心中一阵疑惑 囚龙这招虽强 却远没有达到造化镜的程度 但是那气势 他心中生意 手中剑伤斩红一抖 更是剑芒吞吐出去 那些剑影 以一画万千 如同光芒照射下的海浪 剑光淋淋 顺着那龙影斩了过去 呜 长空上一片破碎 万千剑影纵横 滚滚而入那金色天地 青色光龙身上浮现出一层金芒 将所有剑光挡住 迸发出无数强光四射 囚龙面色沉宁 手中的绝印不断变化 那青龙吐出一道龙符 身形骤然变大数倍 龙吟九霄 冲碎所有剑气 破空袭去 李云霄雷诀一掐 周身涌起漫天雷电 在身后化成雷神 雷神 双手掐绝 金色的磨合骨子绕在掌心飞舞 直接拍向那青龙 同样是青光 龙溪对上青雷 化作惊人的光柱 冲向虚空 直接将海之森林的空间 击破一个大洞 囚面色冷凝 凌空踏出一步 直接出现在李云霄身后 双手结印成龙爪 拍了下去 李云霄也察觉到了身后的危险 蒙蒙金光闪烁下 画出三头六臂 身后法相双手掐绝 迎接而出 真魔法相 囚大吃一惊 似乎认得此招 两人队长之下 劲气激荡 但李云霄却感到手臂一麻 似乎被对方的力量压制住了 金身竟然扛不住地退了数步 在球的双手上 隐约有光芒浮现 虚光 这下轮到李云霄大吃一惊 那正是等同于虚极神境的肉身之力 与盘翼身上的光芒一般无二 他另外四臂急忙结印 在身躯上空凝聚 往身后积去 呼 两道印记之力轰在球的身前 他不得不撤回手来 凌空一抓 顿时印诀炸开 冲击之力震在两人身上 球毫发无伤 反而倒是李云霄再退数步 这具身体 李云霄静怡不定地望着球 左眼为魔 右眼为红 同人四周有金色浮印闪烁 仿佛要将球彻底看穿 哦 妙法灵墨 看来你身上的机缘真不小啊 球冷声说道 不过身为戒神碑主 这本身就是盖过一切的大机缘了 可惜你不懂得珍惜 那我也只能违背天意 让慈悲一主了 他双手在身前优雅的舞动 一层青光在身上浮现 身后凝聚出青龙之影 昂首而迎 那龙吟冲入九霄 球与那青龙之影在空间上重叠在一起 同时抬起手来往前方一抓 一道龙符在长空爆开 天地为之一致 化成巨大的龙爪击落 李云霄瞳孔皱缩 刚才球一连串的动作下 他似乎捕捉到了什么 惊呼道 我明白了 那龙爪的五指如通天巨柱 在方圆内旋转 竟然呈现出不同的色泽 散发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力 五行运转 生生不息 强大的力量彼此生灭 演化天地 李云霄只觉得一方世界压了下来 身上爆出琉璃金光 苦苦抗衡那世界之危 哦 你明白了什么 球的眼里闪过轻蔑 如看蝼蚁一般的看着他 李云霄六笔掐绝 身上飞出十二道金光 都天神煞阵 属然开启 蒙蒙精芒 从十二尊傀儡手中飞起 连成一片 将整个世界撑开 球的眼皮一跳 脸上略过金色 十二都天神煞阵 这 星煞傀儡 他的五行之力 在掌心 生生不息 演化世界 原本有极大信心 将李云霄 碾压成肉泥 可是 这十二金人一出 那大阵结界 就如同一座金钟罩 将那五行之力 扛住 不断震出爆响 李云霄 这才松了口气 冷冷地盯着他 这句肉身 不是你的 球还震惊在 那六丁六甲的 阵法之上 闻言之后 才回过身来 嘴角上扬 讥笑道 不愧是妙法灵墨 果然 让你看出了一些端倪 李云霄反唇相机 嘲讽道 你的魂魄 是造化镜的存在 而肉身 却只有虚光镜 所以实力介于 造化和虚极之间 不愧是父子啊 你也跟你爹一样 无论当年多么风光 最终也落得了一个 肉身损毁 只能依靠魂魄附体 残存下去 不过 你比他命好 至少灵魂之力未减少 而你老爹 则是魂魄修为 也跌落得不成样子了 球 冷冷地说道 你若是再拿 我跟他相提并论 我可是真会生气的 你以为 我跟那个废物一样 是被人 毁去了肉身 击伤了魂魄 苟且偷生到现在的 李云霄眼里略过金色 内心更是掀起了 惊涛骇浪 应语 竟然是被人 毁去的肉身 上古真龙的肉身 乃是大成肾体 不死不灭 本身修为 也是借王尽强者 天下间 谁能击败他 李云霄 暗纳住内心的震惊 不动声色道 难不成 你是自己毁了肉身 疾伤魂魄啊 球面色一沉 寒声说道 你还真是嘴贱呢 告诉你也无妨 只是十万年来天地巨变 本作为了防止力量流失 将自己法身镜 大圆满的肉身 封印了起来 这才暂时 用这具虚光镜的肉身而已 啊 李云霄吓了一跳 心中再次掀起惊涛 若是这人 现在挖出那具 法身镜的肉身 灵肉合一 怕是在如今的天空下 就无敌了 他的内心 还生出了一个疑问 法身镜大圆满 与普通法身镜 有何区别 球傲然道 便是修满了 法身镜的一切规则 乃是此境界之下的 最强肉身 再往前一步的 便是真正的 不灭圣体了 李云霄顿时明白了过来 哪怕在法身造化镜 修为和力量 也是有不小差距的 而眼前这人 应该是曾经站在 法身造化镜的 巅峰存在 说白了 也就是 借王静下 排在前级的那种 说了这么多 也只是为了告诉我 你曾经如此如此厉害而已 好像我会怕你似的 李云霄痴声说道 说到底 也就是说 你现在也只是虚极的程度 最多算你个半步造化 球的面色一变 哼道 是又如何 难道还不足以拿下你吗 龙爪上符印在起 这次是十多个龙符 绕在那五行柱上 立即由五色光芒飞起 化成五行真钢 轰击那十二都天神煞阵 轰 轰 整个天空震颤 震光结界 立即缩减了一半 六丁六甲脚下步伐踩开 不断变化范围 应对那轰击之力 李云霄心中震惊 他能明显感觉到 六丁六甲身上的压力 那五行柱想要破阵 没那么容易 可是五行相生相克 周而复始 生灭不息 幻化出来的真刚 也在不断增强 终有击破震光之时 我会看一会儿